在怡陵惨败给吴国的刘备 抑制消沉 自觉返回成都也无言面对众人 于是就留在了白帝城 将此地改为永安 不久 卧病在床的刘备 找来了诸葛亮 嘱托后世 然后就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刘备留下一言 若其子流禅无才 诸葛亮便可自立为蜀国之主 据说诸葛亮发誓要毕生尽忠